台北市松山区西口文化企业 被迈入到第18年了 每年在石油沟的赞助之下 活动是精彩可期 今年搭配台北市水利处和观传局规划的水舞表演 结合光束水柱和投影 依照不同的音乐曲目来做变化 让民众是眼睛一亮 北市府也希望借此打造地方的观光新亮点 吸引到更多的游客青睐 原住民热情舞蹈表演朝热现场气氛 让台下观众目不转睛 松山区西口文化节从2007年开办以来 迈入第18个年头 今年迎来水舞秀要让民众大饱眼福 我们把基隆河截流起来以后 现在今年你看如此 可以来这么多的鸟 就代表我们基隆河的水质已经变得相当的好 这个也是我们这几年的努力 台北市政府从92年开始积极整顿基隆河 不仅成为休憩的河边公园 西口码头的彩虹桥更首次举办水舞动画秀 结合光束灯和投影幕配合六首曲目轮播 晚上七点开始每半小时展演一次 活动持续到6月30号 首先的尝试然后我们利用我们市政府各单位的整合来做这样的一个演出 可以得到大家的喜欢也让我们西口文化节更加的光彩 因为我们的水舞总共有六个曲目 那之前都是第一第二曲目 那今天第三跟第四曲目今天开始要播放 西口文化节在松山持有工赞助下每年活动求新求变 今年初六水舞秀还邀请海坡儿童剧团以及亲子馆和民众近距离互动 希望加深民众印象带动地方发展 记者邱世明台北报道 UBA2.01电动辅助车骑乘距离也加速快 时速是最高可以高达25公里 虽然台北市预计年底才会上路 但为了保障民众骑乘时发生意外事故的权益 北北桃交通局还是共同研议 前一号起必须先投保公共自行车的伤害险 才能租借UBAG电斧车 和UBAG2.0黄色车身最大不同之处 就是它深橘色的外观 这款UBAG2.01电动辅助自行车 全台不少县市政府已经陆续引进 虽然台北市预计年底才会上路 但北北桃交通局还是共同研议 7月1日起必须先投保公共自行车伤害险 才能租借UBAG电斧车 这个制度我们会现在开始宣传 然后7月1日开始就假如没有投保 他就不能自行车 那特别提醒就是如果已经有投保 自行车伤害险的部分 就不用再进行投保 交通局从2018年6月推出公共自行车伤害险后 7成时发生意外事故造成被保险人死亡 失能及住院可凭医疗单据等文件向保险公司申请理赔 最高赔偿100万元 伤害住院日额最高1000元 投保比率从2022年底的50% 截至今年4月已经提升到68% 只要透过微笑单车官网 APP登入会员 就能免费加保 每个账号可以登记5张卡片 但实际使用者与被保险人必须为同一人 才符合理赔资格 提醒民众务必查证登记卡片是否为使用者 以维护自身权益 记者邮商亭台北采访不到 夹娃娃机正在流行当中 街头巷尾有许多的夹娃娃店 在台北市中校东路六段有业者 就利用店内的后方密室 将娃娃机台改装成九彩机和水果盘的店丸 吸引到赌客来上门 台北市警察局南港分局同德派出所掌握到相关的市政 辞收索票前往该店 逮捕到该负责人和欺民的赌客 当场查扣赌具和赌资十二万元 依刑罚赌博罪和违反设违法移送法办 从警方密入器画面可以看到 南港分局同德派出所远景前往中校东路六段 这家选物贩卖机店 手持搜索票进入后方密室 当场查获赌博行为 逮捕零先负责人以及赌客欺民 并查扣赌具和十二万元的赌资 当场查获改装娃娃机台 及水果盘赌博电丸 逮捕现场民性负责人及亲密赌客 查扣新台币十二万四千元 主机板七块 赌博电丸主机一台 点超机一台 及监视器主机一组等证物 警方调查 林姓嫌犯将夹娃娃机台的机械手臂 改装成为酒骰机 再依照骰子同色数的锅寡来决定奖金数字 另外还有水果盘电丸 赌客若依照规则赢得彩金 会通过机台旁边的通讯软体 连接传送中奖画面 奖金高达二十万元 吸引不少赌客上门 警方征讯后 江林姓负责人 依照刑法赌博罪移送地检署偵办 姓名赌客则依社会秩序维护法 进行裁罚 至于改装机台及违法使用场所部分 则含请相关目的事业主管机关进行裁处 根据人日银行最新的调查 发现有三层式的上班族拥有房产 不过每月是平均要缴三万两千元的房贷 以四万五的平均薪资来计算 就占了七成二 也让受访者的房贷压力指数是来到了七分 随着520新政府就任 年轻族群最希望解决的就是 台湾长期薪资停滞的问题 否则一生都将在贷款中来度过 平常以跌商为主业的范先生 利用空闲时间做外送员兼差 尽管月薪达到四万五千元 不过去年参加了 星期年安行成家贷款方案 希望在宽限期的五年内赚足金额 不想当一辈子的乌奴 现在是淡季的关系 所以我有去兼职跑外送 跟接一些展场的PT 或是演唱会的一些工作人员 多赚一点钱 然后因为房贷每个月也是 两万五千块 之后等宽限期过了之后 可能就是要再找一些 比较更稳定收入的一些工作 根据人力银行的调查发现 自从去年政府推出新清安政策之后 的确让许多首购族新动买房 然而以受访者的平均薪资计算 每月得缴三万两千元的贷款 占了薪资的7成2 也让房贷压力的指数来到7分 可说苦不堪言 如果满分10分的话呢 上班族平均的房贷压力来到了7.1分 那当中有超过五成的上班族 都给出了7分以上的高分 所以可见房贷压力对于上班族来说 算是相当的沉重 如今随着520新政府上任 在赖总统上任后 续推新清安房贷的同时 年轻族群希望能先解决 台湾长期薪资停滞的问题 否则一辈子都得在缴房贷的日子度过 记者刘德宇采访报导 有句实物话说 左眼跳财 右眼跳灾 不过医师指出 如果眼皮狂跳超过两个星期 就可能是罹患局部激张力异常 所导致的眼瞼肌软症 建议要及早来就医 眼皮不由自主狂跳 怎么样都停不下来 50多岁的男子 最近症状出现越来越频繁 还以为自己即将发大财 没想到最后 居然两眼几乎都快睁不开 在严重影响生活之下 就医确诊得了颜检症 有一些药物可以治疗 那目前最有效的药物就是在眼眶四周注射 肉毒杆菌素 那一般注射之后一到两个礼拜 就可以完全恢复正常 那注射一次药效最少可以维持三到四个月 那当然要退掉之后 有些病人就会停下来 那但是也有一些病人如果再复发的话 可以再重复治疗 像这样眼睛觉得疲劳酸胀 甚至出现胃光 让许多人都误以为自己罹患肝眼症 或者有些病人他就没有就医 这样的话治疗上有一些原池 就会造成病人的紧张 甚至有些病人会引发忧郁症 维护生活品质 专家提醒 若眼皮跳动持续超过两个礼拜 没有改善或是影响日常生活 就要及早就医 只要正确诊断并接受适当治疗 几乎都能得到良好成效 记者顾参永台北采访报道 哈喽大家好我是谢成君 打防诈骗的呼吁 常透过交友平台认识 多文字甜言蜜蜜 交往不久呢 便以各种明目要求汇款投资 寄送礼物或者是带保管地契手续备用 提醒民众遇到网友要求汇款时 务必要提高警觉 165反诈骗专线咨询哦 大家好我是白阿琪 大家都有上网购物的经验吗 诈骗集团透过不法手段 取得交易记录后 假装是电商客服 致点消费者 谎称工作人员操作错误 导致误设分析付款 重复扣款或升级成DIV会员 要求客户前往ATM 购买游戏点数 或使用网络一样APP 解除设定 很有可能是账片哦 有问题请拨打 110165查证 万里盘蟹小卷等海产 近来是行销有成 因此返乡的渔民是越来越多了 如此也让野柳渔港这个天然感是不服使用 加上若是碰上台风天灾渔船回港来避风 更显得博位不足 因此立委廖先祥来到万里的渔会召开 渔港扩建会议 讨论野柳渔港扩建的计划 近年来万里海产行销有成返乡的渔民是越来越多 渔产量顿位数量也是越来越大 如此也让野柳渔港这个天然港已经不服容纳 加上若是碰上台风天灾渔船回港避风更显得博位的不足 因此也由立委廖先祥来到万里渔会召开了渔港扩建的会议 讨论野柳渔港的扩建计划 渔业的渔船数量持续在增加 那导致停泊的空间不足 那不足的部分就包括了可能在大风大浪的时候 台风来的时候可能它在港区内波浪比较大 所以它可能没有办法停泊 那导致说在这个台风季的时候 我们的渔船都要到我们的基隆渔港 或者是其他的渔港去做停泊 那他们希望能够再定 不论是在平常还是说在台风来的时候 就能够在我们的野柳渔港就能够停泊 所以今天我们找了新北市政府渔业处 还有渔业署的长官现场来讨论 野柳保安宫前博位因为潮汐水流的问题 无法吸附船只停泊 而人和宫前内港及深水港都太小 加上还有小船的停靠 大船回转半径不够 因此当地的渔民都盼望能够改建或是扩建 不过渔港不论是改建还是要扩建 都有一定的程序 因此透过这场会议 除了了解地方的需求 也要来确认渔港改建与扩建的程序 那所以说我们今天会议的第一个结论 就是请我们的渔业署 开始启动我们的委会研究计划 那后续研究计划出来需要经费的部分 如果说是依照现有的比例 地方政府负担比较困难的情况下 那我们再来要求我们中央再多给地方多一些些支持 那无论如何 就是说今天有起一个头 那起了头之后 那缺经费的部分 我想就是大家一起去努力 也就渔港属于二级渔港 若要改扩建 应由地方政府提出可行性的研究计划 并向渔业署来争取经费 而透过这场会议 立委廖先生也要求尽快的启动研究计划 希望能够尽快让渔民期盼的 改扩建计划 让渔民渔船有更好更舒适的渔港环境 继续平行 万里三方报道 细时的康斯丹郡社区临近就有三座的高压电塔 居民长久以来是反映盼能够进行电缆地下化 20号这一天终于开始进行了电缆的拆除作业 立委廖先祥也到场来关心 期盼尽速将电缆地下化改善居民的生活环境 为了环境美化还给居民美丽的天际线 恒科地区从十多年前开始规划进行电缆下地 和高压电塔的拆除作业 立法委员廖先祥听到民众的心声 上任以来督促台电进行相关工程 今天廖先祥就到康斯丹郡社区 关心台电拆除社区电缆线路的作业情形 刚就任立委的时候 许多地方的民众都有督促先祥 要好好地来进入台电 希望这个相关的电塔的下地工程 能够如期来进行 因此在上任后就积极地 跟台电确认后续的一个提升 那包括从今天开始 5月20号 我们这个从林森街 康斯丹郡旁边三座的 69KV的电塔 开始进行电缆拆除作业 那后续会把电台拆除 汐止的康斯丹郡社区附近 共有三座高压电塔 今天同时开始进行缆线拆除作业 完成后也将进行高压电塔的拆除作业 预计到今年年底 将拆除总计14座的高压电塔 电缆下地的设置也大致完成 完工后提供民众更安全舒适的环境 今天我们要听高压电的电线 这段时间我们感谢立委的帮忙 最感谢在十多年来台电很配合 所以说今天可以完成一步一步来 感谢政府的德政 这是我们居民三十几年的期待 终于今天很落实了 首先我们也真感谢历届委员的努力 让我们这件事情能够非常圆满的完成 让我们的社区能够进入现代化的环境 我们更感谢电力公司 慕免不休的把这些事情 落实到让我们的居民安心 立委廖先祥也表示 这一阶段的电缆下地工程告一段落后 细指其他地区的高压电塔电缆下地工程 后续将在立法院持续争取 启动新一轮的电塔下地计划 记者李嘉文细指采访报导 五谷德英休闲广场 早期是一座废弃的工兵营区 经过明代和公所的努力 将公园是打造的美轮美奂 近来听闻哪一阵部有意将土地来收回 新建社会住宅 地方是强烈地表示反对新建社会住宅 因为他们认为这里实在是不适合来新建 明代也表示会和地方的居民 站在一起共同来捍卫家园 五谷德英休闲广场 早期是一座废弃的工兵营区 当时环境相当脏乱 形成地方上的治安死角 经前立委的协助下 争取无偿租用给地方使用 同期市议员宋明宗 向市府以律家园方案 新建公园及体建设施 多年来又今明代及公所的努力 将公园打造的美轮美奂 现已成为附近居民运动 休憩不可或缺的场所 我们拜托到宋明宗議員 到三天大家的手 大家的手做一些建设 包括我们这时候有哪儿 还有雨球场 还有流冰场 可以说每行的建设都有 这种地方你要做 社会主宅 我感觉实在是很不合理 首先我们要感谢前任里长洪金龙 替我们向政府争取 从兵工营变到这么漂亮的公园 让我们附近的连长者 还有小孩子都可以 轻轻松松的来这里运动 不用为了要去一个公园 要跑二三十分钟 也让我们现在这幼儿园 有更大的更多的那个运动空间 德英里长洪世新指出 近来听闻内政部有意将土地收回 新建社会住宅令地方相当震惊 认为当地是条五尾巷 且周遭已有多栋大楼 实在无法再容纳社会住宅的新建 且尚有其他国有土地 可以建国宅 为何要将多年来地方苦心经营的公园摧毁 并强烈表示 不是反对新建社会住宅 是认为这里实在不适合新建 我们今天这台风来路 如果是可以输我们巴达 就是我们说真的 土地是滚风的 我们绝对没意见 但是你今天这条四项没买 你已经有超百人的民众 的一种租口 有四五栋 总共有七八栋 你还去一栋六百多栋 的大楼下 这太有可能可以 所以这是很重要的 所以我一直我二十年 所有的头部都放在这个公园 就是希望这个公园 我们可以保存下去 最近有听到说政府好像要规划 规划这里要做社会住宅 可是我们这里是五尾巷 只要平时只要车子一多 这里就大塞车 导致说交通也不方便 而且如果你今天把它改为社会住宅 你要让年长者要去那里运动 难道整天都闷在家里面吗 所以我们这里的里民绝对反对说 要在这里设立社会住宅 这个公园继续来能够来使用 所以我跟里长 市区里长一直交代我说 我们各企民一带来 一定要支持这个公园继续 不要有社会住宅来到这个地区 新北市议员宋明宗 日前参加地方活动时也表示 将会与地方居民站在一起 共同捍卫家园 记者沪轩五股采访报道 泰山新一街二号前的排水沟 早期是灌溉沟渠 现在已经没有灌溉的需求了 长年累月下来 已经预设产生路化 不仅生出杂草 同时也不时发出恶臭 在议员宋明宗的协助之下 水利鼠将进行改善 解决当地长期的环境问题 位在泰山新一街二号前的排水沟 是早期的灌溉沟渠 随着时空的转变 早已经没有灌溉需求 今年累月下来 时常淤积阻塞 日前当地封树里长 郑美林便寻求市议员宋明宗协助 邀请立委洪孟凯服务处主任 及水利署等相关部门 一同办理会堪 因为这个沟渠啊 是属于那个 隆田水利会的灌溉沟渠 可是因为 现在已经不符那个灌溉 那个功能 可是因为放在这里 就是一般的那个沟沟 那一般都是排放 那个民生的沟水 然后 应该是说这个 这个藏屋已经很久很久了 然后都没有 都没有办法改善 那今年就很感激 就是我们洪孟凯委员 还有我们宋明宗议员 就一直来关心 这是属于农田水利会所管理的 一个灌溉用的沟渠 可是已经真的很久都没有使用 已经完全失去它灌溉的作用了 而且现在他们也没有灌溉的一个功能了 那我们经过我们 跟宋明宗议员一起协调了 农田水利会 还有我们新北市政府的水利局 还有我们泰山区公所 大家大力的帮忙 丰树里长郑梅林指出淤色的沟渠 产生路化 不仅生出杂草 同时也不时发出恶臭 加上夏天将要到来 容易滋生并没闻 感谢公所先派员进行清淤 更要感谢宋议员及洪孟凯立委服务团队 大力争取改善 有跟农田水利会有沟通 那变成说 因为他们没有灌溉的那个作用嘛 所以可以先填品 可以先填品 那填品以后 再来做一些污水的处理 这样子才有办法真正的改善 不然这个地方 就是一直都很脏 然后现在又有疫情嘛 就是那个登革热的那个疫情 也会很严禁 所以变成说 李明就会更关切这个议题 我们会紧盯着他们 尽快的将他屯平 然后再来做二次 后面的生活污水的处理 污水管道的管线的处理 再一次谢谢我们政理长 真的是苦民所苦 为了我们这些里民 多次 我们已经回到来多次的会同 也很感谢农林水利会的帮忙 立委和孟凯服务处主任 柳进峰表示 在宋民宗议员的争取下 水利署会先将沟渠填平 之后会进行民众家庭污水处理 以有效改善当地长期的环境问题 记者虎萱泰山采访报道 猴头猫桥是当地居民和游客们 晚访光复领车头顶聚落的重要桥梁 启用至今已经是十年了 受到当地潮湿气候的影响 猫桥部分构建是出现秀逝和脱落的情形 考量居民和游客们通行的安全 将进行封桥来修缮 预计十月底开放通行 请通行民众走猫桥旁的临时便桥 猴头猫桥是当地居民及游客 往返光复里车头顶聚落猫村的重要通道 启用迄今已经达十年之久 受当地潮湿气候影响 猫桥部分构建出现秀逝及脱落情形 考量居民及游客通行安全 将进行封桥修缮 预计十月底开放通行 请通行民众改走猫桥旁边的临时便桥 猴头猫桥因为天气在地气候 潮湿的关系那有很多构建 也都秀逝的非常的严重 然后有脱落的情形 那我们目前进行了整个 修缮猫桥的修缮工程 那在工程的期间 那我们也搭做了另外一座便桥 让公民众然后游客 以及在地的民众能够通行使用 预计离奇表示 受到当地潮湿气候影响 猫桥部分构建出现秀逝损坏情形 考量游客安全及旅游环境品质的维护 将补墙猫桥桥体结构 更新钢梁与烤漆旅板 及其余构建除锈油漆 预计今年十月底开放通行 目前有提供临时便桥 供民众通行 请多加利用 当然猫桥修缮要注意安全 有一些锈死很严重的 就是要换掉 那那个上面清洗 是不是要再补墙 补上射 看是不是能够有办法补上射 才不会看起来脏脏兮兮的 换新 换然一新 虽然是旧的东西 你可以换射 换射上去就换然一新了 那我们预计在十月底能够完工 那整个工程我们将要 针对整个主体结构的加强 然后以及构建的更新 我们也希望整个完工之后 能够提供给游客 还有在地民众 更舒适安全的一个通道 猫桥旁设置的临时便桥 便桥上设置许多贴心设计 如两侧踩自然通风 并保留观赏景色的网状窗 地面铺设防滑地点 设置照明设施 并采以无阶梯式的 友善通行空间 周边也设有便桥指引标示 以引导民众通行 切成为瑞芳采访报道 攻入失贝秀 Ready go 一旦违规没有失贝秀 只有警察秀 集成多点注意 安全与你相遇 投资型诈骗 你是否曾经在社群网站上 看过一些关于轻松赚大钱的广告 事实上 这类型的诈骗手法 往往以快速致富作为卖点 吸引被害人上当 并以不真实的小额获利 逐渐降低被害人警戒心 引诱被害人开始大量投资 等到被害人真的大量投资之后 随即捐款而逃 千万别上当啊 轻松致富多陷阱 脚踏实地最实在 新北市教育局扎根同军教育 既推出五套同军教材之后 又推出了智林同军 既幼同军活动宝典 作为同军教学的实用工具书 让孩子们可以透过唱跳 游戏和戏剧等方式 在寓教娱乐当中 学习品德 纪律和生活技能 我们要到森林里去 抓拿毛克力 光华国小幼童军 演出毛克力寻宝季歌舞剧 为新北市智林同军 既幼童军活动宝典 发表会揭开序幕 新北市向来是 全国同军教育的领头羊 集结同军教师 逐步编辑同军教材 从107年至112年 已陆续推出五套同军教材 近年再推出智林同军 既幼同军活动宝典 作为同军教学的实用工具书 我们今天特别发表了 智林同军跟幼同军 就是有关于学前跟小学 很重要的学习阶段 从小能够透过歌曲 游戏 还有服务学习 能够在品德教育上 得到充分的实践 同军教育是新北市的重要政策 自104年领先全国 达到校校有同军的目标 迄今已有一万多位学生参与 光华国协的两位幼同军表示 参加同军活动 不仅让自己变得更有自信 也学会许多课堂上学不到的生活技能 平常老师都会教我们唱歌 然后煮东西 然后还有做器具 就是用器具 然后我最喜欢的就是演戏 因为可以让你之后 不会再那么胆小 不敢上台演戏 我最喜欢的就是用生活器具 去做一些东西 因为这样可以体验到 真的在野外 或是真的在家里 请不到人的时候 或是在野外的时候 我们可以如何应变 教育局表示 士林同军季幼同军活动宝典 预据于九月 发送直本至新北市各国小 作为教学运用 让孩子透过唱跳 游戏及戏剧等方式 在寓教娱乐中 学习品德 纪律和生活技能 新北同军 教学创新 赞 记者伦红采访报导 隐藏在巷弄里面 最美丽的一座后花园 就在新庄区长平里内 当地里长表示 他将原本脏乱的国有地 重新整理之后 并且种植了不同季节的草花 不仅增加了绿地 而且美化社区周边的环境 也提供居民们 另一处疏解压力的好取出 绿美化的景观建造在社区周边不是梦 新庄昌平里长林玉华 将原本脏乱的国有地重新整理 并且利用旨在种植不同季节的草花 入口意向美轮美奂 也变成隐藏在巷弄里面最美丽的一座后花园 这块地其实它源自于国有财安署 它新收回来的一片脏乱的土地 可是因为紧邻着我们的昌平绿地 所以我们特别跟新庄区公所来无偿成株 然后把它建构成这样的一个美轮美奂的绿花园 至于昌平绿地有哪些丰富的植栽及特色景观 里长也为大家做了详细的介绍 增色的昌平绿地增加的一片非常漂亮的景观 在这里特别要跟大家介绍 是因为它经过一些造景 也有很多种的花财 在这边它现在已经长得非常的漂亮 所以非常希望大家可以看见这个隐藏在 鹿巷弄里面的一片漂亮的风景 增加绿地美化社区周边环境 提供居民另一处疏解压力空间的后收宅 就有空就会来 舒放一下心情 然后看看花花草草心情就会自然而然放松 感谢我们昌平里的环保制衣工群们 常常不论刮风下雨 日晒 都是常常在这里做了非常多的 比如说施肥也好 或者是除草 甚至在石花 在这种种的辛劳的过程 他们却是满脸的喜悦 这是让我非常非常敬佩的地方 真的还好有他们的协助 让我们昌平里越来越美丽 美化社区环境展现了成效 里长感谢默默付出的志异工朋友 因为在大家共同的努力之下 善加利用植栽绿美化 将原本张乱的社区角落 化身社区拥有新的休息亮点 欢迎左邻右舍 有空不妨前来上部欣赏美丽的花草 有益身心健康 记者黄又贤信中报道 经商公车中正路站 在中正路65号的这一车站牌 因为乘车资讯贴在墙面上 也没有实体的站牌 让后车的民众路过 可能会因此错过车站 为此市议员张景豪 就邀请了相关单位到现场会刊 要增设电子站牌 让民众等车有清楚的标的 还可以透过电子站牌 了解公车资讯和等候的时间 为了让等候公车更便捷 且后车时间更清楚 市议员张景豪争取在公车 金山中正路站 中正路65号的这一侧站牌 增设电子站牌 未来民众等车将可以透过电子站牌 来了解公车的资讯 以及还要等候的时间 因为这是向于这一条 向于人各自住户的嘛 他们也是乐于帮助我们这些附近的居民 我们要带车 来电也可以用米火 在那里 大家输用的机率很高啦 那么现在要做主位型那个 那个主位型那个看板 那个也是有助于我们这边大家 那个都可以注意到 实际来到中正路65号可以见到公车路线资讯贴在民宅旁的墙面上 并且也没有实体的站牌 不仔细留意也会让这侧要等候公车的民众有点无所适从 甚至是找不到站牌 不知道该在哪里搭车 增设了电子站牌之后将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因为藏起来这边有很多大公车 不管到基隆或是到台北市火车站 或是星巴士在我们金山万里这边来回 都有一些民众在这个区块 在搭乘公车或星巴士 那因为还是需要一个智慧型的看板 让民众知道它的时间性或等待性 那同时我们也建议说是不是在 道路这边这一侧 就来规划一个后车艇 那预计我们在智慧看板的部分 会在7月的时候进场试作 因为还要配合台电的管线 所以我们会在7月的时候 会有一个进场试作这样子 那这会看板两侧的部分都会来争取到 现场也可以见到地面上有耗质赶坐的痕迹 可能是之前有设站牌 却挡到居民车辆出入的缘故才拆除 因此新增设的电子站牌 也将固定在墙面上 让后车的民众能够清楚乘车的资讯 也不会挡到道路旁居民的出入空间 介绍品和金山采访报道 平溪菱角社区的道路铺面 是采用较有特色的红砖铺面 让社区内充满着怀旧氛围 只是红砖长期因为气候的因素容易湿滑 用路人安全堪虑 为此平溪区工所也将进行改善作业 现在使用红砖的造型 但材质更加安全耐用 也让地方是相当满意 平溪菱角社区的道路铺面 是采用较有特色的红砖铺面 将社区充满怀旧氛围 只是红砖长期因为气候因素容易湿滑 用路人安全堪虑 因此平溪区工所也进行改善 现在使用仿红砖造型 但材质更安全耐用 也让地方都很满意 这个长年以来地方的里面也都困扰 因为原来是一个红砖的一个铺面 那我们这边比较潮湿多雨 很容易就附生青苔 造成滑倒 还有汽车也危险 那游客来这边行走也经常有滑倒的状况 那我们里长反映了这个问题之后 我们也积极来想办法来做改善 我们用混凝土混红色的颜料 然后完成之后 趁着快干之前再压成这样子红砖的一个形状 然后维持原来铃角结到一个古樸的味道 平溪区区区长表示 这次铃角社区道路改善 长度约有400公尺 原先的红砖因为天气潮湿多雨 已经长青苔 虽然有清理 但还是不及生长速度 常造成用路人因为湿滑而跌倒 这次用混凝土加红色颜料 再进行压花 打造跟红砖一样的效果 但安全性更有保障 假日游客真的很多 然后因为红砖它上面会长 梅雨季节很多 潮湿 然后会长青苔 然后游客跟骑车的人会常常跌倒 对 然后感谢我们工所 李天明区长的帮忙之下 能够完成这个道路的改善 然后游客 还有行车的人 这边会安全无虑 那这个工程我们在今年的三月开工 约莫一个月的时间完成 那改善的长度跟面积约莫是400公尺 那面积大概是400平方公尺 那这样子有效可以提升我们道路行走的安全 以及维护游客在这边旅游的一个安全 当地里长就表示 以往一年都需要进行三至四次的高压水柱来清洗地面 但还是因为多余的天气容易湿滑 在此也感谢平溪驱公所进行改善 希望未来能提供用路人更安全的道路品质 借成为平溪采访报道 竞争刺激的过马路大赛正式开始 选手们能安全抵达重点吗 出现了马路上出现违规大魔王 为停让行人警察开单举发 车辆没有停让行人会罚钱 这人重伤或死亡应付刑事责任 加重骑行二分之一 还会吊烧驾照哦 过马路不能滑手机哦 行进入口要停让 你有安全有保障 所谓钓鱼简讯也就是说 他会去联系一个诈骗的网站 比如讲像说 你的通行费啦 你的停车费啦 你的汽车燃料费已经预许你 那你就是点入他的这个网站 点入网站里面 你又输入你的这一些的资料 或者你的信用卡 他骗个资嘛 骗个资 骗你个资进去 那去做这样的一个诈骗的一个行为 给你给我 2024碧潭水舞盛大 登场在开幕活动当中邀请了 优人神谷和水舞共同来演出 精彩的人水共舞让全场是震撼不已 新北市长侯友宜就表示 今年活动的亮点是相当多的 包括结合了台北大稻城烟火施放 地景装置等等邀请民众 一起来感受并潭水舞所带来的感官饗宴 2024碧潭水舞17号晚间盛大登场 新北市长侯友宜表示 今年有许多亮点 除了首度邀请优人神谷 攜手展演人水共舞 另外还有烟火施放等等 相信会让民众经验连连大饱眼福 这一次的碧潭水舞的时间很长 107天尤其在礼拜三 我们从午夜会开始联系 有五四的机会会放烟火 既大稻城的烟火 我们碧潭的烟火 水舞还有优人神谷 美妙的谷音 让大家能够在碧潭 回风袭来的风光明媚底下 可以过一个开心的好生活 敲响了罗生2024碧潭水舞正式展开 开幕演出就由优人神谷 带来万马奔騰雄壮鼓声 搭配着耀洞摇摆的水舞 建构出崭新磅礴多层次的水舞大秀 新北市观光旅游局表示 碧潭水舞将展演到8月31号 长达107天 每晚6点半到9点每半小时一次 而直到6月16号 周末假期和短午廉价的晚上7点 会有优人神谷青年优人演出 从6月22号起则有地景水舞 并且从5月29号起连续三周的 周三晚间8点会有长达300秒的 精彩烟火搭配水舞 欢迎民众一起感受天空和水面 交织的绚丽感官饗宴 记者陈小旦采访报道 口罩令从2020年的新冠肺炎 疫情爆发以来 实施是超过1000多天了 由于疫情已经趋缓 因此机关署就正式来宣布 口罩令从5月19号起 是全面来解禁了 包括进入到医疗和扰人的照顾机构 都可以不用再佩戴口罩 新冠肺炎疫情从2020年爆发以来 至今已经4年时间 口罩令也延续到现在 实施超过1000多天 在疫情持续趋缓情况下 疾病管制署也宣布 从5月19号起 进入医疗机构 老人福利机构 需佩戴口罩政策 全面解禁 对于口罩令走入历史 民众看法不一 至少可以深呼吸 有什么样的情况 你还会再戴口罩 你生病的时候就一定要戴 应该会是一个风险 因为大家的抵抗力 可能还没有那么强 那也会有一些感染的风险 我个人是觉得 在医院场合还是要戴口罩 戴口罩真的不舒服啊 对啊 如果能解禁最好啊 虽然口罩令解除 不过疾管署还是建议 有疑似感染呼吸道传染病 或是过去一周内 曾与感染呼吸道传染病患者 有密切接触 免疫力低下 探视或照顾疑似感染 呼吸道传染病患者时 最好还是佩戴口罩 降低传染或是被传染风险 借此保护自己 亲人以及医疗人员 记者陈小淡采访报道 更新医院安堪院区 18号上午和新北市医员 黄新华来合作 举办了骨质疏松宣导活动 除了安排健康讲座 也规划了骨质密度检查 和闯关的游戏 让民众对骨质疏松症 有更多的了解 并且知道要如何来预防和保健 根据统计 我国60岁以上的长者 大约有16% 有骨质疏松的问题 其中又宜女性居多 因此更新医院安康院区 配合10周年系列活动 18号上午 与新北市医员黄新华 共同举办骨质疏松宣导活动 邀请妇产科医师叶海健 以及新陈代谢科医师郭峰瑞 代理民众认识骨质疏松症 并且教大家如何对抗骨质疏松 保骨不骨折 随着年纪的增加 尤其是更年纪之后的妇女 事实上骨质疏松是常见的问题 很多人有骨质疏松而不自知 尤其是一个不小心 如果一个跌倒 事实上在年纪增加的老年人身上 事实上跌倒是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议题 一个不小心点长照的后续的照顾 甚至后续运发 后续后遇症 因此在年轻的时候 注意自己的骨头的健康 事实上是一个相当重要的议题 拥有土木工程专长的 新北市医员黄新华表示 人体的骨骼和房屋结构很类似 要有好的基础 才可以维持行动便利与健康 因此他也呼吁民众 要从饮食运动等方面着手 预防骨质疏松找上身 一间房屋的梁柱就像是人的骨架一样 如果梁柱保持安全的话 那房屋就安全 那如果说我们骨质的密度 保持健康的话 那我想这个人的行动跟人生 必然是彩色的 那通常道理 为了要维持这个骨头的健康 那适当的饮食 适当的运动 跟适当的晒太阳 我们在一些病因比较小的时候 就及时的把它补救跟预防 就跟我们的房屋结构一样 除了健康讲座 宣导活动也安排了骨密度检测 还有各项闯关卡 透过简单的小游戏 民众对骨质疏松症 也获得了更多的知识 自己要注意 要去保养 要有问题看医生 然后听医生的建议 就是骨质疏松造成的原因 然后怎么样预防 听到医生分享有关 预防骨折 然后觉得获益良多 就是一个学习 透过专业医生的解说与互动游戏 参加活动的民众 对于骨质疏松的危害 以及预防方法 也都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更新医院也期盼 社会大众能够提升健康意识 更加注意骨骼保健 提前为自己的脑年生活 打下更好的基础 记者陈小旦采访报道 113年新北好茶 十定春茶 文山包种茶的比赛 一共有594点参赛 日前完成了评审的作业 评审表示 今年气候良好 春茶的产量增加 品质也是相当不错的 所以竞争很激烈 经过严格的评比 最后是由十定茶农 林树慧获得特等奖 113年新北好茶 十定春季文山包种茶比赛 日前完成了评审作业 这次一共有594点参赛 担任评审的茶集饮料作物 改良场北部分场 助理研究员张正环表示 今年茶芽在生长期间 气候良好 因此春茶不但产量 比往年增加 品质也相当好 参赛茶入等比例相当高 冬春季的茶芽 生长季的季节 算是比往年来说 空调雨顺很多 那产量也微幅的增长 那在制茶季的时间 天气也相当的不错 所以今年的春茶的品质 比往年来说高出了很多 在三位评审老师的评比下 从茶叶外观 茶汤水色 香气滋味等条件 进行严谨的评选 评审坦言这次参赛 茶叶品质水准高 竞争激烈 想要选出特等奖 的确不容易 三个人在三天的时间 也非常的谨慎 也非常小心的 要想要把一些 比较优良的茶选出来 所以也非常难选 因为大家的品质 都非常的平均 实地农会理事长 陈金才表示 春茶比赛结果出炉后 春茶就会正式上市 欢迎民众把握机会 购买十定好茶 我们希望消费者 假使要购买 尽数来向农会 或者是茶笼购买 因为今天 今年 茶配品质 因为天气好 所以特别的 特别好 经过了一连串的 初审复审之后 十定春茶比赛结果出炉 是由来自十定叶文棚茶园的 零宿会获得特等奖 想要品尝新鲜好喝的春茶 要赶紧向十定农会订购 十定农会的电话是 2663-1214 记者陈小旦采访报道 为主播借培育明日之心 台湾大宽评 永佳乐有线电视 邀请了新装育民国小的学生们 来参加新北小小主播营 代理学童感受说话的魅力 校方很感谢新北市议员 蔡建棠的支持争取 让小小主播营持续来举办 因为可以让学生 进入到实际的场域来学习 还能间接协助他们 早日进行直癌的探索 3 2 1 新装育民国小学生 站在主播台前 面对镜头不用读稿机 播报新闻表达自信心 同学说第一次体验主播报新闻 真的好紧张 不过对永佳乐电视台 安排多元丰富的课程学习 让他们对媒体人平日工作 有所认识和了解 希望将来长大这个愿望能实现 来到主播台 我很紧张 但是很好玩 因为今天的课很有趣 然后刚刚有体验 那个当上主播的活动 也是虽然紧张完之后 就觉得很开心 然后之后我长大之后 其实就有一点点想当媒体工作者 来到永佳乐电视台来学习剪辑 最好玩的是上台 当练习当小小主播 这让我长大想当一位主播 校方很感谢永佳乐电视台 提供媒体资源的教育平台 更要感谢新北市议员蔡建棠 争取小主播赢得举办 让国小学生在进入实际场域学习 还能够间接协助他们 早日进行职业的探索 首先要感谢新北市政府 还有蔡建棠议员的协助 才能够促成玉民国小今天 这么特别又不一样的体验营活动 那孩子们在永佳乐电视台 很贴心的安排之下 也体验到了主播 导播剪辑采访等等的工作 期待他们透过这样子的 实际的体验操作 为他们的职业探索的生涯 开启另外一扇窗 也希望他们由这样的行程 能够埋下对新闻媒体工作的总值 最后再次代表学校 感谢永佳乐电视台 提供这么丰富精彩的行程 让孩子们能够在充实快乐之下 度过这一天 全程陪伴参加课程体验的家长 也给予永佳乐高度的赞许 小小组播营的刚刚的那个 就是玉民国小的那个舞蹈 大家都练习的很认真 然后另外一个是剪辑的部分 知道怎么说原来我这一段跟另外一段 然后再接下来 就是有影音跟影像的部分 可以分开结合 我觉得这个活动办得很好 可以让小朋友学到很多 他们外面接触不到的经验 透过小班分组轮流参与摄影 剪辑播报等等其他的新闻制作环节 永佳乐期盼能为主播界培育明日之心 记者黄又贤心中报道 新闻的最后一期来关心各地 有什么活动讯息也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再会 我们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